本节开始我们开发接口 其实就是开发关注和取消关注的两个接口 按老套路就是先我们先看架构设计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两个接口 看怎么开发 完之后呢 我们就顺道把这个关注人列表给开发出来 就是我们之前只开发了粉丝列表 对吧 粉丝列表呢 开发完之后 我们就开发这个关注和取消关注 然后完之后呢 我们就能看到粉丝列表是不是有了 最后呢 我们把这个关注人列表给再给他做出来 这样的话 我们三个共同做完之后 基本上这个模块就已经完成了 好 那我们看一下 主要看一下这个地方 这是个人主义啊 这个这个界面 我们已经比较熟悉了 主要看一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这个个人信心里面有一个 他自己或者他们 所以他所谓他们就是别人 比如说你访问的这个个人主义 到底是自己的个人主义 还是说别人的个人主义 对吧 如果是自己的个人主义的话 那这个地方应该显示个什么 显示个自己的消息 是吧 因为这个时候你不能自己关注自己 没有这种自己关注自己这种问题 所以如果是自己的话 就显示一个自己的消息 就不要显示什么关注 取消关注这台按钮 这样就不要显示 然后自己的消息呢 我们会在这个的后面再取消 所以这会儿我们先放一放 就是自己的情况先放一放 如果不是自己的话 如果是别人的话 我们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 比如说是李四访问了账三这个页面 然后李四如果关注了账三 这个时候应该显示一个取消关注 对吧 李四如果没有关注账三 这应该显示一个关注 对吧 所以说就是没关注 我们就显示关注按钮 如果关注了 我们就应该显示取消关注 这个关注还是没关注这个事情 我们应该在后端来判断 有渲染它的时候就应该来判断 然后点击按钮的时候 分别会访问这个API profile follow 和API profile unfollow 这两个API 所以我们就要实现这两个API 然后还要把这个 我们说的这个按钮 到底是显示哪一个给渲染出来 对吧 有时候你显示关注 我们就点关注就最后这个API 显示取消关注就直接这个API 对吧 它是分开的 然后粉丝这表呢 关注人那表呢 这两个都是一样的 就是后端直接渲染就行了 所以我们在后面开发关注内表的时候 和粉丝内表其实也是一样的 就是跟之前套路是一样的 就是从后端直接去渲染 那好 那我们还是把精力关注到 这个本节这个地方来 就是开发这个这两个接口 好开发接口呢 我们再回归一下这个图 这个图我们好似有一段时间没看了 对吧 但是我相信大家也不会忘记 这个图我相信大家 到现在为止 应该已经算是印象比较深的 印象印在你的脑海中了 然后不管是我们页面 还是API也好 我们走路由 对吧 交线这个地方我们也用好多次了 然后controller里面都有罗译和反应格式 这个我也比较明白了 开始这个地方是放在广场页的地方有用 对吧 然后4倍4个db等等这一些吧 然后我们接下来做这个关注 我需要关注的时候 也按照这个方式来走 我们所有的都按照这个方式来走 好 那我们就开始做 看代码 关注 我们先到一个地方 就是我们的这个模板这个userinfo.egs组件 这个vgis里面 userinfo.egs组件 大家记不记得我们这个地方之前的时候 我们注射了一个 就是 当时 当我们访问别人的 当我们就是不是当现登录用户 当我们访问别人跟主意的时候 这个地方会显示一个关注过去 关注这个 在t的一个 算是站位吧 我们说过这个地方没啥用 然后我们现在要把它删掉 删掉之后呢 同理要把这两个 下面这两个给它解开注视 也就是我们之前还没有 之前还没有用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两个按钮啊 这两个按钮 一个叫取决关注 一个关注 然后这两个按钮呢 他们 display都是9 也就是都是隐藏 他们两个都是隐藏 然后都是隐藏的话 怎么去判断它 哪个该显示呢 我们往下走 有一个 这儿 就是 不是大家用户 就显示关注 或者是 显示关注 或者应该是或者是取消关注 取消关注 然后我们通过这个miFollow的 这个方式来去 miFollow就是 我是不是关注了这个人 对吧 我如果关注了这个人 那好 那就显示一个取消关注按钮 对吧 我如果没关注呢 那就显示一个关注按钮 所以说我们这个miFollow的 应该被传入 那这个是哪里用的 应该是个profile 应用的对吧 当时在这个地方 就是profile 个人主页的个人信息 里面引用的 那个这个miFollow的 应该简开注视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UserData里面 应该返回这个miFollow的 那好 那怎么去返回它呢 应该是在这个路由里面 对吧 那我们转到这个 RuthViewBlog.js 也就是说我们 转到这个profile UserName 这个个人主义的路由里面 我们看一下 怎么去显示这个miFollow的 首先我们来定义一下 对吧 就是我是否关注了此人 然后就叫做mi miFollow的 这个怎么判断呢 因为是否关注了此人 我是否关注了此人 此人的粉丝列表 已经在这了 对吧 那怎么判断 很简单 我们就看一下 这个粉丝列表中 有没有我自己就行了 对吧 如果粉丝列表中 有我自己呢 说明是我关注了这个人 对吧 然后我们就 就用这个sum函数就行了 sum函数返回一个 true或者false 就能不能找到 那函数的 判断呢 是通过这个 就是我们return一个item.username等于myusername 好 这个myusername呢 是从哪里取的 是从这个session里面取的 对吧 session里面取的 就是确保它是什么 它是这个当前的登录用户 也就是说是我自己 对吧 也就是说是我自己 那也就是看一下 当前这个个人主页里面的 这个个人主页里面的粉丝 是不是有其中一个粉丝 等于我自己 有一个就行 对吧 sum嘛 其中有一个就行 当然有一个用户是不可能重复的 对吧 粉丝也不可能重复 所以我们就通过这个逻辑来判断 就是如果是当前这个用户 就访问的这个个人主页的 这个粉丝这表情 有我 对吧 有我呢 就说明我关注了 那没有我就说明我没关注 这就是一个sum反馈的 这么一个结果 OK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直接去 在这个地方去把这个 给它写上就行了 mifollow的 然后在这个 哦 错了 应该是在这个 U的data下面 对吧 OK 保存一下 好 这个地方应该就可以了 我们 我们在控制台里面去 npm run 第一位去来 去 少了个空格 跑起来 好 跑起来之后呢 我们看首页 好 网问比较慢 估计可能又是我这个网络的问题 我重新把网络连一下 我这个 也不知道电脑的问题还是怎么了 这个网络时常是连上之后 它显示就是断的 但是它实际上是断的 好 我们到首页之后 我们到个人主页 当前是张三对吧 那张三这时候 这是我自己对吧 我自己肯定不会显示什么按钮 那我们就 比如说我们访问李四 好 大家看啊 李四 现在是显示一个关注对吧 也就是正好命中了 我们一个逻辑就是什么呢 在这里面 显示了关注就说明 我当前没有关注李四 所以显示了关注 也就是说这个 mifollow的返回一个什么 返回一个false 返回一个false 就是我没有关注这个人 那现在我们就 要实现一个点击这个关注按钮 就去触发一个关注 然后就是让我成为李四的粉丝 然后这个地方就变成一个取消关注 对吧 我们现在要实现这个逻辑 也就是说 实现一个关注某个人的这个逻辑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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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